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台北的世界無益重心 今天開始有一張電器電燃火 說今年 主要都是塞這個 射空 也就是地靈家電 我們的鄉親如果要買電器用品 就要賺現在的冠金買 因為紅金跟美金都在蓋 大型的家電後五月也在蓋 說上官可能會蓋8% 打開照明 現在客機很進步 要蓋一個衣服只要用弓的 這個機器就可以替你做得到 這邊有一個小圓盤 這裡 當我今天把手機放上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做到充電的效果 手機放在臉上可以充電 這個牙上也可以隨時變成紅的車 用你的手機就能搖空 像這個方向看是哪裡 不過我今天這個看不是這樣而已 這台是空氣清淨金 冰箱是放在最前面 它會有門或是牆 你其實這樣打開就很容易去撞到 可是我們不用啊 因為你就從這邊開就好 要聰明的電影 想你可以為正面開門 也可以為左邊開門 沒有這麼香 這個LED的營墓說要四百幾萬 這就要好騎人才買去 來看比較小的家庭 如果要拚搜出來 這有地零的現實 起有手錶 加上搜到的機器人 只要兩萬塊 是說家庭業者表示十二月底開始 這些家庭的價值都不住了 因為原料物資都起序 這些價值也一定會去 家電產品不管原料或是成品 都是進口的 那進口的我們都 以往都是以美金計價 全部都是以美金計價 那當初我們家電在七年 我們是用二十八塊計價 那現在已經超過三十二塊多 如果是幾萬的這一種的話 可能就差不多會有八%左右 由平衡到電鍋 家庭供應都會起序 所以我們鄉親老鼠 現在可以考慮一下 哈囉 我是鑑花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